Hello, 大家晚上好, 听到吗? 好, 刚进来的朋友, 如果是你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E吗? 就是在下面那边有一个chat button, 你就按那边让我知道你们听到 如果是听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写一个E, 让我知道 好, 我看到你的E了 好, 我看到你的E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再等多两分钟 等多两分钟, 让大家都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晚的这个教学了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开始吧, 好吗? 好, 大家吃饿了晚餐了吗? 是不是? 现在八点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环节 首先, 让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些东西 好, 大家看到这个吗? 看到这个网站吗? 如果看到这个网站的话 给我一个OK好吗? 因为等下我们会 教学的时候会有用到的 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可以给一个OK 我们好 好, 首先呢, 先跟你们介绍 我是Darion, 我来自一个公司叫Investing Note 这样子呢, 这个Investing Note 是一个股票社交平台 这样子呢, 在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就好像他们之前的所post的一些analysis 或者是一些分享 都会在这一边 有关于Adidas的分享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 好像还有Sunway的这个 这样子呢, 在这个平台呢 你可以有一些, 例如讲说 好像一些股票的一些价钱 好像马来西亚的这个 好像这一些 全部都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这个平台呢, 是完全免费的 OK? 这个平台呢, 是完全免费的 是没有收费的 这样子呢,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用 这一个 这个图表 OK? 这个做图 然后教你们怎么样去 去用 技术面 去用技术面 去分析 这整个 有一些股个股的 是什么的看法 好, 过后呢, 这一边呢 也有一个watch list 自选股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股呢 都可以加进去 例如讲说呢 四五一七 就是更定马来西亚 对不对 好, 你就这样按 它就会加进来这一边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portfolio 这一个portfolio呢 只是一个tracker 它只是让你可以更加的去看 你所有的那些 你之前做过的一些transaction 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呢 是完全没有link with 你的那个本身的trading account的 OK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预警 这个呢, 也是其中一个price alert 这样子呢, 很简单 这个price alert呢 你就在这一边 然后就按 按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例如讲说 你想要看 好, 让我们一起来找penta 好, 这个是penta 例如讲说 好, 你的成交价 这样子 然后呢, 超过 好, 例如讲说 10块 OK, 例如 OK 然后你就保存 就save下来 然后呢,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当价格呢, 大过10块的时候呢 它就会notify你了 就是这样子 OK 好, 这样子呢,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 网 网站 OK 这个网站这边做教学的 好, 这样子呢 我现在我会把这个link呢 就分享在chat那边 然后呢, 你们都可以去开来看 好 好, 我刚刚呢 就发了那个link给你们 你们看到吗 看到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先打开你们的 打开你们的 如果你们是用laptop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打开这个网站先 如果是你们用电话的话 就没关系 等下再看 OK 好, 这样子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好, 首先呢 让我先stopshare先 好 这样子呢 首先呢 我想要邀请今晚的讲师Jay Tune Hello Jay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Jay 好, 这样子呢 就把这个webinar交给你了 OK, OK, 行 好, 可以了 交给你 压力很大 你怎么讲 不要讲压力 不要讲压力 OK 马来西亚的朋友 大家好 如果你们听得到我说的 而且可以看到我的话呢 请你在那个chat那边 你可以给我一个E吗 OK 很好的 好, 好 希望大家已经用过你们的晚餐了 那这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那个screen 对吗 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照片 OK 我是 刚才Darren大概有介绍了 我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是independent trader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股票交易员 我也不 并代表任何公司 我已经做了这个 我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差不多十年 而且投资的 赚投资赚交易的都是美国的股票 那我这个 这次也不是第一次做了这个网上直播 那非常感谢这个investing noteDarren 他们要邀请我上今天的这个网上直播 那因为我已经在做了很多次了 在新加坡这边我做了很多次了 然后他在邀请我的时候 今晚的我就直接答应了 我直接就跟他说OK 没问题 然后他们接下来跟我说的是 可是你要用华文 那我就哎呀好紧张啊 因为为什么呢我的 其实老实说我的华文不是很好 我的我的华文 从16岁开始到现在 就只有说那种很informal的时候 我跟朋友会话 然后跟家人讲话 我们有一些用华文 那其他的演讲啊 教学的时候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他一跟我说华文 我直接就是 哦糟糕了 这次很紧张了 那可能大家看不出 我现在很紧张的的那个表情 可是刚才Darren说交给你的时候 我真的我的心就在那边 一直不通不通不通的跳 OK 所以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的有些解释的方面 我用了有些某些词汇 如果不够详细 因为有些词汇 我只懂得用英文去讲解 那你请可以放在那个 那个chat那边 你可以把那个问题 你可以打华文 我可以 我看的 我懂得怎么读 然后我可以看了 然后再去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 然后 在那个 下方嘛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Q&A OK 那个chat 那个chat是一边 然后有一个question and answer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就很像我到了某一个阶段 讲解了某一些东西 如果你需要我重复啊 还是你有多余的问题啊 那这些你都可以在那个Q&A question and answer那一边 打出来 让我知道 因为我的 在我现在这个身旁这边 我还有多一个萤幕 我这个萤幕 我可以看得到您的问题 so 这个就是 你现在 所看得到的 就是我在 这个是我在家的办公室 那 我是一个独立交易员 我已经做了这一行有十年了 那 当然 大家可能看我 非常年轻哦 那是因为我开始的时候 十年前 我就开始了 那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嘛 那 为什么我会踏入这行 是因为我的朋友 他们 开始就说 这个很像非常有趣 有这个课程 要不要去 那我就跟他们说 OK啊一起去啊 蛮好玩的嘛 那那个时候也就是这样 也可以说是误打误撞的 就进了这行 那 开始做了时候 我就觉得 真的很好玩 因为 那个刺激感嘛 对不对 有那个刺激感 那有那种悲痛感 那为什么悲痛 因为输钱的时候 当然你就会很 非常的悲痛 那那个时候 身为学生的我 当然 我靠的也就是我的零用钱 然后还有 我有去做 打一些假期工 当然 还有一些收入 然后有时 就把那些收入这样输掉了 那当然是非常的心痛了 那 那 坐着坐着这样下去的时候 那就到那个毕业的时候嘛 那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在一个交叉路 每个人就在想 说 嘿 对吗 你要去做工嘛 因为大学毕业了 当然就要去做工嘛 那我就有一点 怎么说呢 我就有一点 比较不听话嘛 我就说 OK我要尝试 做这一行下去 我就敢敢这样走下去 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负担 没有家人 没有家庭 这些 当然家人还有在 当然 那个时候还没有阻止我自己的家庭 所以 那个 我就这样 就这样 怎么说呢 越走越远 然后就不用回头了 就是这样这样做下去 那 我当然近几年 我也有在 亚洲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大多数是马来西 抱歉 大多数是新加坡 然后还有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给一些讲解 那 你现在所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我在不一样的那个 场 场合啊 那些conference seminar 然后给那些讲座 那当然也很感谢 这些不一样的这些平台啊 然后给我这个 有办法去发挥的这个 空间啊 所以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怎么去用 技术面分析 也就是所谓 technical analysis OK 怎么去用technical analysis 啊 来让你去trade 让你去在这个 非常活跃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去找到你的买价 还有你的卖价 就是说那个价码 你要在哪里买进 哪里卖出 那当然今天我需要大家知道 就是说 我所等一下用那个 我所demo的那些 那些股票嘛 都是从一个 从一个educational 从一个 educational的这个角度 不是说建议你马上 哇 因为Jay昨天跟我说这个 哇什么什么股票在什么价钱 然后我就直接去买 那在买卖之前呢 请做好自己的功课啦 这个是因为 因为这个钱 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 每个人就要为自己的那个钱负责嘛 对不对 说不好 千万不要说 哦 因为某些人 某某人 就算我也好 就算其他人也好 狐狸羊也好 所以都好 我们讲什么 这个是因为我们从一个 从一个 educational的这个角度 来分享我们的经验啦 为什么我会选择 这个技术面分析technical analysis 那是因为 那时候Darren就有跟我说了 马来西亚的朋友 当然因为最近的那个股票 我们也知道嘛 这个牛市就掉了 不是牛市 这个 有史以来的那个美国 我从美国的这个角度说 有史以来的这个美国 最后11年的这个牛市 就完了 就在六个星期里面 就掉了35% 然后很多人 很多那些长期投资者 业余交易者 投资者 都是被烧到手了 那这个呢 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当那个股价 一直在节节攀升的时候 一直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哇 早知道我们在各家买 早知道我在那个下面买 对不对 你们应该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吧 因为在我最最后十年的这个 这个 就算我自己的经验 我也是有 哎呀 到 早知道那个时候 我买了不要卖啊 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在这边 那 第一点 我想跟你们 share的就是 其实早知道的话 其实早知道哦 我应该选我的爸爸 我换一个有钱人爸爸算了 开玩笑 那我们就不可以一直往 那个重点就是 我们不可以一直往以前 那种早知道的这种 这种角度去看 看这个市场 不然每次我们就会 以前的那种 那种心态 因为 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那个价码一定会有 会有不一样的嘛 就很像以前 比如说你买车 或者是你买房子 它是它都是一个价位 就很像可能十年前 还是二十年前 你你卖车的话 买V 可能说你买 买V的话 是可能十年前 你买买V是多少钱 那现在它这个 新的这个版本的买V 可能需要你六万多令吉 对不对 所以它的那个价钱 都是会改变的 你不可以说 哎呀早知道 它以前的话是四万 我现在六万了 哎呀我要一直在等着四万 那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价钱 第一点就会改变嘛 因为人的那个想法 而且 人对某些东西 只要是股票也好 屋子也好 车也好 我们会对这些东西的那个 expectation 我们会要求不一样 然后当然那个价钱也会不一样 那最近的这个这个熊市嘛 就是这个掉了非常的多 那这个熊市 当然很多的朋友们 我们就会觉得 哇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们可以 可以现在跳进去 可以买 什么股票都可以买 Air User也好 Genting也好 什么都可以买 那这个呢 有它自己的风险 那就是我今天 所要带给大家的这个话题啦 就是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很基本 跟很蛮蛮蛮简单的一个这个concept 就是用technical analysis 来告诉我们说 哦什么价码叫做便宜 什么价码叫做贵 那当然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比较便宜的价码 我们要卖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 哦这里是已经算是比较贵的 这个是综合市场里面 每个人看的就觉得 哦这个价钱属于比较贵了 那比较贵的时候 谁会想进来 那当然卖家会想进来 买家 买家我们都是要低价嘛 对不对 那就是很像 我们都每次在等的 就是在等discount 在等sale 如果没有discount 没有sale的话 我们就是ok啊 我们要买不要买也ok啊 那一有discount 一有那些消费啊sale的时候 我们就哇快点跳进去了 那今天的市场 全世界都一样 美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哪里都一样 因为那个价钱掉了很多嘛 就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夸张 那我们应该在什么价位 该去看呢 今天就是你们会学到的东西了 那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分析的方式嘛 就是当然 应该大家我们 也应该了解说 我们有 技术面分析 也就是technical analysis 也有那个fundamental analysis ok 基本面分析 然后fundamental analysis 我们看的就是 人 就是那个公司的那个 营业啊 到底有没有赚钱啊 它的那个 PE ratio 之类的东西 那 我的 做 我的这个交易的方式 my trading style ok 我的trading style是 7分technical 7分 ok 70%都是technical analysis 30%是fundamental analysis ok so 到了现在这里 我已经讲了差不多5分钟10分钟了 大家ok吗 我的华文希望还可以吧 如果ok 你给我一个1好吗 ok 谢谢你 谢谢大家 ok so 我们就以我的这个角度 7分technical 3分fundamental的这个角度 来进行今天的这个这个网上直播 那technical analysis 大家看到这个图第一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 糟糕了 这个头要爆炸了 为什么这么多条线吗 对不对 所以 很多初学者 很多那些初学业余的教育员 他们就很喜欢 马上直接跳进去 用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为什么 因为你去网上 不管你去哪里 你只要网上 你去搜索 去搜索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你会看到几千个几万个不同的网站 都会来教你 哦 这个技术面分析technical analysis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会教你画线 画横线 画直线 画斜线 然后斜线有不一样的东西 有fibonacci 有fan 有art 有各式各样的 那 他们 就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 啊 这样这样 这样多不一样类型的这种 所谓工具 我就全部跟他放在同一个图面上 那这样就是最好的 那其实这样呢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呢 如果你是看一个 专业的交易员 a professional trader 你是不可能看到他的图面 他的chart 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画了这么多东西 它比较像什么吗 它比较像wall paper 比较像壁纸 你可以打印出来 或者是放在你的电脑前面做一个壁纸 ok 所以这个不是技术面分析 如果你看到有你的朋友也好啊 谁都好 你看到他们这样的这种画图 你就跟他们说 哎呀 这个不要跟我多说了 为什么呢 那因为你看到了这么多条线 其实老实说 我这里看到这么多条线 我也不懂了怎么去 怎么去 啊 去理解到底什么叫贵 什么叫便宜 那 啊 我的 那个技术 技术面分析啊 technical analysis 它 需要 告诉你的东西 那也真的 只有 两样 ok so 大家可能可以写下来啊 或 你懂吗 拍一个照 那如果说 这个你们在想这个 这整个webinar过了 过后 要怎么去找 那这个等一下Darren 会跟你们分享 因为他们 这个我们有录下来 然后他们会 会upload去看哪里啦 这个等一下我就交给Darren 跟你们讲解 so technical analysis 它需要跟你说的 就是 第一点 ok 第一点 那个重要的价格 你不是说每一个不一样的价格 哇 只要有一个弯曲 你在这边画一条线啊 然后有一个这里 你在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这里画一条线 这里画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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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你的那个chart 上面 都是线 画到这么多条线 到底哪一个是重要的 哪一个不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先提醒我们自己说 如果我们要用technical analysis 我们要用support resistance 我们要用trend line so support resistance 当然就是 我所讲的 也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东西 support resistance 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呢 就是trend line 那如果说这个trend line support resistance的那个华文是什么 抱歉这个我不大清楚 OK 因为我一向来 只要从我开始十年前学到现在 我都是在用support resistance 所以大家应该应该听得懂了 那如果说不懂的话 你可能在那个check那边 就你可以帮我问一下 然后Darren就会帮我回答翻译好不好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技术上 技术面分析technical analysis 我们都要用的 我们要知道的是 那个important 就是重要的那个价码在哪里 也就是说 我要知道说 那些重要的 那些小小的那些不重要的那些 我不要去管它 因为在重要的那些价码方面 我从那些重要的价码 做我的买或卖 那个是最安全的 那如果你在那些小的价位啊 还是在那些 你在那些 中央那边随随便便这样 没有靠近中央的价码那边 你没有的 你就是这样跳进去 直接买了 那其实那个就是很 很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一个 一个举动啊 就是你需要有多一点耐心 OK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可以跟我们 应该要跟我们讲的就是 在哪里 那个价码或者是这个价位 会停止 会停止 OK 它会停一下子 那停的时候 它会做什么 停的时候 当然停的时候 比如说 在 这个嘛 在这里 那我用 我用蓝色 蓝色这边 OK 所以我用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价钱 就在 225 跟227 之间 那就有这两块钱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box 这个 rectangle 这里里面 它就在里面维持了 差不多有两个月 那这个价码在这边 它停了一下子 停顿了一下子 它就pause了一下子嘛 那pause了过后 OK 它会做些什么举动 那我们很多人就以为那些 嗯 专业教育员啊 professional trader 你就 我们都我们就会觉得 哦 他们很像是有什么 什么水晶啊 还是有一个算命师啊 会跟他们说 哦 今天这样啊 那个股票会往上往下 其实我们都是没有的 那就算今天你问我 这个股票 会往哪里走 这只股啊 还是马来西亚的那个 Bursa 会往哪里走 往上往下 那其实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的 我只可以等 等什么东西 就可以等说 OK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价码 我要等他们的反应 我要等的就是说 那些人是买多还是卖多 那每个人当然我们是很希望说 哦 我要在这个最低点这边买进来 那其实这个是 你如果要 consistent OK 你要你要有办法 consistent 这样做下去 其实是没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你要在最低的价格买 那也只有低一点 可能是运气 那你要这样准准在那个最低点 其实是很难的 很多时候 我买的时候 我不可能在最低点 我会等它突破过后 所以这个就所谓的突破啦 英文我们叫做breakout 它的价码突破过后 然后 回来 retest OK So 那个retest 就是所谓的这个 它突破过后 又回来 又回来 就很像 比如说大家说 你看嘛 如果这个是那个价码 它突出去过后 它应该要回来 回试这个价钱 它才可以用这个价钱 以一个平台 这样在晚上升 OK So 这个就是一个很 一个很基本的concept 这个是你们需要去了解的 就是breakout retest OK So 这个就是让我写在这边 很多人 他们为什么会输钱 那为什么有些 有些 业余投资者啊 他们为什么讲 oh breakout 人为什么会输钱 是因为他们往往在第一个空间 breakout的时候 他们就去追 那他们想 哇 你看那个价钱 上了 可是他们不了解的就是 因为 这个股票 你要它有 动嘛 它一定要有钱 flow in 就是你要有那个 你要有那个 资金 可以flow in 可以flow进去 flow进去 它才会 膨胀整个 那个价码 那通常呢 他们第一次突破的时候 那个 价码 人家每个人都会在想 哎 这个不懂是在骗我的 还是 这个会 会回弹呢 所以 很多时候 你要等那个retest ok 你要等这个回弹 因为回弹 告诉你的是什么 回弹 它retest的时候 告诉你的就是 oh 这个新的价位 是给市场公认 而且接受了 ok 到 到我这样的解释 ok吗 如果ok 请给我一个1 好吗 那我再继续 ok 好 谢谢你 ok so 记得 我们每次 在做technical analysis 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 我们不应该 太复杂 我们不应该 说 wow 要画到千篇一律啊 这么大 这么多条那些线啊 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只需要知道 问你自己说 什么价格 属于便宜 什么价格 属于贵的 那如果你画了这么多条线过后 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哪里叫便宜 所以你要在那边买进 哪里叫贵 所以你要在那边卖出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 回答到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话 那其实你不管画了些什么线 你画到多美 你画到多复杂 都是没有用的 ok 所以 让我来讲解一下 那个 因为很多人我们开始 包括我在内 我们开始进来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 什么叫 什么叫support 什么叫resistance 那support 其实也就是说 英文为什么叫support 就是说 它的那个价钱被support住 被支撑住 ok 说这个其实我就是 以我的了解就是很像是一个支撑的一个价位 好吗 就是一个support price 那这条线呢 也不是说是一个什么魔术啊之类的 其实不是 它告诉我们的就是 当时在那一个时期 那个股票那个市场的那些交易员投资者 他们对这支股票或者是这个市场的那个看法 就是说他们觉得贵还是不贵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要买的这个东西现在价码很贵 那如果你觉得就很像我用myvi来说吧 将来myvi现在是六万多令吉 好不好 那如果说明天myvi马上卖八万令吉 你一定要想神经病啊 为什么我要去买花八万块钱去买myvi 如果是八万块钱我干脆去买toyota对不对 所以这个价位呢 这个每一个不一样的股票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valuation 它一个所谓的一个value 那这个技术面分析technical analysis可以告诉我们就是 哦不只是我觉得是这个市场全部的交易员 全部综合的那个consensus 他们觉得说哦这个价钱算贵还不贵 因为如果贵的时候 那让我画在这一边 如果属于贵的价码就很像这里 OK 他们就会其实觉得哦这个价码在118 119的时候 OK 这里这个价码119的时候 在这个9月的时间 9月10月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2013年 他们觉得哦119 其实这间公司boeing 好这个已经是很贵了 所以没有人肯在119之上买 那没有人想买 你想一下 比如说今天你要卖你的物质 没有人要跟你买 那你觉得会有成交吗 会有交易吗 当然没有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求太高于那个市场认为 至上的那个价位 是没有人会要跟你买的 就同样的如果今天就像那个 MaiV 如果突然跟你卖了8万令吉或10万令吉 你们一定说 不要啦我干脆我去买Honda 我干脆去买Toyota 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119在那一个时候是不被接受的 是不被市场人接受的一个价钱 那个价钱属于贵的 OK 那当然突破了过后 你可以看他突破了过后 他就往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往上攀升 然后不久后 这个是差不多6个月的时候 6个月后 那个价钱又掉回来了 那你们有发觉说 以前属于贵的价钱 那一掉回来过后 你看到吗 为什么这个价钱现在 在这里 在我画的这个红色圈这边又反弹呢 为什么 是因为过了6个月的时间 6个月前 人家可能觉得 这个价钱不值得 不值得我们去买 那6个月后 可能因为公司的业绩改变了 或者是可能 从经济 从那个经济角度 从外面看起来 有某些东西改变了 那我们也要很客观的 就是说我们是投资者 我们是交易员 我们不应该去 去找那个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其实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OK 我知道了 这一个过后 我知道了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过后 我要怎么去 怎么去抓到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 所应该 去focus的 应该专注的 不应 我们不应该去专注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就是 哇 我知道 我就讲讲话 讲讲讲起来就很像 比较聪明嘛 那每个人也会 对我另眼相看 那其实那个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要怎么赚钱 我们赚钱就是说 OK 现在这个价位在这边了 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算是便宜的话 我要买 我要买 然后在高价的时候 我卖 这样我们才能赚钱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告诉了 在这个红色圈这里 他告诉了我们的就是说 6个月后 市场人认为 因为可能某些 某些东西的改变 他现在这个同样的价位 119的价位 是算便宜的 OK 那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support resistance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以前是贵的 那回来是变便宜 对不对 那如果是 那个价码动到了 然后再往上回升 他如果再往上回升 就是说 有人在这个价位 他们觉得 OK 回来test了我的这个 119的这个价格 第一次我错过了 然后他上到了145 第二次他再来 想想看 你们现在想的是什么东西 他再下来 给我第二次机会 当然快点买了 对不对 就很像 如果mybee现在今天 从60 从6万令吉上到10万 那几个月后 掉回6万 你们会做什么 你们要买车的人 你们直接就会说 快点了 这个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快点回去买了 因为不然等一下 又再回上到10万了 好不好 那股票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一样东西 来到这边算便宜 那你要等的就是说 OK 这里就是confirm了 那些综合的那个 一个 expectation 每个人就觉得 OK 这个价钱是confirm 已经算便宜 所以那个价钱一动到了 就会往上升 那升到哪里 它就会升到 一个贵的价位 那就很像在这个上面这边 这里就属于贵的 就在这里每个人都会买 买买买 一路上的这样买 这样去追 追到了有一个价位 一定会有一个价位 说就在这边 每个就会冲进去买 而且说他们买了就 买了不到几天后 可能不到一两个礼拜后 就一直掉 为什么 是因为当年 怎么说呢 就像那些外行人嘛 就像那些业余的那些 投资者交易员 连他们都会跳进去买的时候 那你想象一下 当时的那个市场 是那种 那种optimism 是多旺的 每个人说 哇快点啊快点啊 那通常往往 那些专业的已经在 这个比较低的价位这边 等retest的时候进了 但是那些业余的呢 就会等到很迟 非常非常迟 可能到上面顶端的时候 他们才买 然后价钱就下来 那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知道说 OK 这样发生了过后 我就知道这个价码 是属于的现在 现在的 以现在的这个perspective 现在是属于贵的 那同样的东西 hike下来 你看到吗 便宜 然后又再上便宜多一次 然后这里到贵的时候 又卖下来 便宜的时候又被买上去 直到他break out为止 那很多时候 很多 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 这样的一个突破里面 每一个retail trader 也就是那些业余的教育 教育者 他们就会做嘛 他们就 哎呀我应该快点啊 应该快点去买啊 快点去 快点去 不要错过这个良机嘛 那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 怎么讲呢 是一个很impatient 很没有耐心的一个举动 我们应该等的就是说 他只要东西会上 他都一定会下 我们就要等 所以这个东西下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一次两次 那你就可以说 哦 可能在这个新的价位140块 其实是 哦 抱歉 在这里140块 可能就是新的那个所谓便宜的价钱 那 其实你只要用了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这里如果是贵 这里如果是便宜 那你等他发生了过后 你再 不用说你一定要在这个低价买进去 OK 不用说你一定要在低价的 其实有时如果说他可以上 你看他最顶端的话是157嘛 那最顶端这里是157 那如果说你就算在147这边之后买上 你都还有一个10块钱可以赚 那有些人说 哎呀 可是哦 这里有多一个7块半耶 我应该这里还有多一个7块半可以赚嘛 那 你想一下 你想象一下的就是说 你如果要多赚这7块半 那 有这个可能吗 有这个可能说 每一次都赚到这个最低 买进这个最低价钱吗 其实是没有可能的 那我们 我给 我可以给你建议就是 给 给回一点点 不要说哇 我一定要在最低价钱买进来 因为我们这不是八叉 我们不是在买菜 给他上了一点点过后 给他 那我们就知道 哦 confirm了 confirm了市场 中和的一个 一个态度就是说 哦 这个价钱是便宜的 然后我们再跳进去 那这个呢 你如果用在市场 不管什么市场 美国 美国股票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新加坡也好 泰国 哪里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参与 教育的 都是谁 都是人嘛 每个人都有想法 都会有 都有 都有去读过一些 比如说technical analysis fundamental analysis 那综合 把全部人综合 combine 合起来 那你才知道说 哦 大多数人是做什么 是买还是卖 那我们就等 用这一些 这一方面的分析 告诉我们说 哦 我们在这个价位 我现在知道 这里是 应该是属于便宜的 就很像这里 上一次跟我说 这个价钱是便宜的 那在这里 我也说 我要assume 我要第一个想法 就是ok 如果真的是便宜的 我要看它回升一点先 可能回升 怎么叫一点 一点可能是几% 或者是几千过后 没有再回来过后 我在进去里面买 我在进去 那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一个方式 哦 说我这样的讲解 大家ok吗 了解吗 如果ok了解 给我一个ok好吗 ok 谢谢你们 很好 那现在呢 我就啊 用那个 investing note 给你们一些 给你们一些 example ok so 这个是investing note 一个股票的那个社交平台 那 它里面呢 其实有这个 charting charting的这个功能 那它的chart 如果你现在 你是用你的电脑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 investing note 它在上面这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chart 然后你就按那个chart 对 他们有post的那个 investingnote.com slashchart 在那个chat里面 你直接可以去的那个网站 ok so你在那个chart过后 你看到的就是 这个 这个chart 然后 让我 跟大家讲解一下那些 绘画的那些tool在哪里 这个呢 是你的drawing tool 你的support resistance 你的trend line 全部会在这里 然后 这个 其他的 其他的 其实ok 这个就是erase all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图掉 你可以擦掉全部的图案 然后 这个就是你可以hide 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多条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次过跟他hide起来 ok so 我们今天呢 因为只有30 45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解的 给你们的就是这个s&r support and resistance ok so 对 那个chart是end of day的 end of day 它没有那个intraday 就是one minute 还是fifteen minutes 那种data 它是end of day的 ok 所以这里 很多人就问 hey Jay 有没有办法 ok 就是有没有办法去避免 这样的这种 大幅度的这种掉 这种 这种熊市 有没有办法去避免 我 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没有100%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些东西 那可以看些什么 那我先用这个 这个是标准女普尔500 就是s&p500 这个是代表美国股市的一个index 就很像我们吉隆坡那个klci bursa ok 所以他们美国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 有道琼斯 道琼斯就是dow jones 然后有这个标准女普尔500 这个是s&p500 我们换去 在这个顶端这边 这个 左边的这个角落 你可以换去day 或者是week ok 所以我们用这个day 我要跟你们分享 这一样东西 就是叫rsi 什么叫rsi rsi 它是一个study 它是一个indicator ok 它是一个indicator 我今天要用的是rsi so rsi去哪里找 就在 这边 ok 在我圈起来的这个 就这里你按了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indicator 有这个新的window 会出来 然后在rsi这边 你可以type的就是 你直接just key 进去rsi 这三个英文字母 so rsi 它的是 那个全英文名叫relative strength index 那你click了一下这个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它就会在下面这个下端这边出来 然后 怎么去看这个rsi ok so 大家如果需要 需要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在那个check那边 还是在那个question那边post一下 因为我看得到你们的问题 ok so 用了这个rsi 怎么去 用这个rsi 来告诉我们说 可以去避免这样的这种 大幅度的这种调法 ok 这个是一向来都ok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在 那个2018尾 2018 12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201 20 那个时候2018尾 对 还有最近的 如果你现在知道了这个technic过后 还是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technic 就是这个东西叫divergence ok so 华文叫什么 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英文我们就是 一直俗称它为divergence ok so 什么叫divergence 让我先zoom进去 那 divergence嘛 就是说那个价钱 ok so divergence 就是说那个价钱往上走 你的rsi 往下 或者是另一方面 价钱往下 rsi 往上 ok 就是你看到这两个 之间 这两个价钱跟rsi 的那个走向是不一样的 就很像什么是divergence 那大家我想 啊 来看一下这边 你看到 我圈起来的这 第一个价位吗 ok so 这第一个啊 这两个圈这边 你们看到的这个价钱是 上 还是下 ok ok so这个价钱是上还是下 是往上嘛 因为如果你把它的那个顶端 两个 这样画过去的话 它是 upwards的 它是往上的 ok 那在同样的地方 你看下来 这个rsi ok 让我再圈起来 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地方 在这一边 还有 这一边 这两个 这两个圈 在这两个圈的这个地方 它是往上 还是往下 那当然很清楚的就是 往下的 ok so 如果 这个就是一个小 技巧了 ok 这个小技巧不是 每一次有的 可是 在大幅度的这种 跌 或者是这种 大幅度的这种熊市 之前 都会有的 不是说都会了 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有了 可是在那些小小的 那些 那些 small correction 就很像这种小小个 这样的时候啊 这样小小个的这种 这种correction 就不会有了 那个pull back 是不会有的 大幅度的 调整 都会有 都大多数 会有 ok so 你看到了过后 啊 你可以看到了这个 这个就像什么 这个就像很像 有人在后面拉住你嘛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往前跑 ok 你要往前跑 然后后面一直有人 一直在拉住你 一直在扯着你往下 往后走 那你觉得 你跑跑跑跑 你可以跑很远吗 那当然不可以啊 没有一下子 你就会累了 你累了过后 你觉得什么 你就会停顿 你就会停下来学习 对不对 那我们 其实可以知道 oh 什么是confirmation so 你看到divergence 你看到divergence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 你还要需要等它confirm啊 so confirm的时候 什么叫confirm confirm就是说 我们用回 刚才的那个 刚才我所跟你说的 support and resistance ok so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就让我 再把它放大 ok 再把它放大 然后 这个东西往下拉一下 那什么叫confirm 你可以看到 到了这边为止 这里是所谓 expensive 的价位 对不对 这个是以前所谓贵的 你先不要看 那个右侧 先看我的这个左侧 ok 到了这边 这个是以前所谓贵的价位 然后它下来 下到了这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这里也就是俗称的一个support 这里也就是一个resistance 那这个resistance 如果你延长它 ok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这里突破了 价钱突破了 然后 回来 这个是breakout 就是刚才我所跟你们说的breakout 这里 就是在做的retest 重新在测试 这个价钱 因为以前算是贵的 那我如果要买进 我继续要买进 我就需要这个价位 告诉我说 它是要 抱歉 它是要是便宜的 就是说价钱要在这边 可以跳了一下子 如果再往上 那我才知道说 这个可能是市场公认的价位 这里可能算是便宜的 那我要从那边买进 可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没有我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RSI的那个divergence 背离 ok divergence 背离 我的中文真的真的好差 ok so 背离 ok divergence 那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那个divergence 这个价位 价码往上走 价码这边它是往上走的 然后这个RSI是往下的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divergence 我们要等的就是confirmation 什么confirmation 就是说 哦 他现在的这个价位 这个所谓 应该要便宜的价位 没有人进来买喔 而且不止啊 他还跳下去 而且在下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最高点出来啦 我们这个是 如果你幸运的话可能可以 我们是不可能往往不可能很很 十次里面十次你要在最高点出来 那个是没有可能的 那他不止没有 那个价钱没有hold住 他还往下走 啊 那这个 连这里以前所谓便宜 的价位都hold不住 那 这就代表了是什么 那 你可以怎么用呢 那就是说很多我们的这些投资者嘛 我们就懂得几时买 那我们不懂怎么卖嘛 对不对 我们不懂几时该套现 OK 够了 我现在卖掉 然后我 我就收 我就收我的那个利润 我就收我的profit 没有 每个就是说OK 我买我收了20年 那其实收来20年做么 我要可能留给孙子啊 留给孩子啊 对不对 OK So 有一个问题就是 How many candles required to be shown after retest 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 没有说 几个啦 可是我怎样都要说 是 最好有三个 OK 最好有三个 最好有三个 他可以hold了过后 他再继续上 然后我才 我 我才觉得OK 真的是hold了 OK So 这里 想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就很像比如说 现在 myvi 六万令吉 然后 然后他说 OK 我要我要把这个myvi 我要把它弄得更便宜 然后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买一辆myvi 我把价钱调到三万令吉 那照理来讲 把价钱 把价钱从六万掉到三万 可以做什么 马上跳进去买了吗 对不对 你一向来要买车的 还是你可能要买车给你孩子啊 家人也好啊 你都快点啊 现在有一个chip sale 我们快点去买 可是 他把价钱调到三万过后 没有人买喔 他的那个车房 show car 还是全部都是空着的 没有人去买喔 那你想象一下 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 就是 诶 这个东西所谓变便宜了 还没有人进来买 那我们可以conclude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没有人要买吗 那我们就 如果说已经投资在里面了 那就快点 该做什么 先 套现啊 先快点 卖掉了 赚多少 收住了过后 ok 等他下了收 我们再买回 等他去更便宜的一个价位 再回去买 ok 这样讲的话 大家ok吗 了解吗 ok的话 请给我一个ok 好的 谢谢 ok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ok so这个divergence 是你们今天可以 过了今天过后 你可以去 看一下 因为 不只是最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熊市 ok 不只是最近的熊市 so你看看以前2018年的时候 在还没有掉 在还没有掉之前 你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同样的东西 价钱往上升 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RSI 就是往下走 RSI 我用什么setting 我用它的original的 就是RSI 14 我没有更改到 我没有换到 那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就是有一个divergence的一个情况 ok so同样的2018 在它大幅度调整之前 都会给你看到这些 那你该问你自己的就是 ok 这里以前算是贵的价钱 然后这里是便宜的价钱 那这次回来便宜的价钱 一天 两天过后 第二天直接 就会掉下去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我不要说 动到直接上吗 等一个两三天 就算你等了两三天过后 它的价位突然还在这边 可是你知道 哦 我后面 有一个靠山 那我不用怕 我可以放心下去 再放心跳进去再买 那如果这个后面 没有靠山的话 它再继续掉下去 那就快点说 ok 够了 我已经投资 我已经从很久以前跳进去了 到这个价钱 不行了 我就出了 ok 听峰它的问题是 如果那个trend继续往下 是不用找stock 很难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机会都是 哪里都有机会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Bursa好不好 so我们看一下 Bursa Bursa so ok so KLSE 那我从 我每次我都喜欢 从那个整个股市 开始看 我再去看 那些 individual stock 就是一只一只的那些股票 ok so现在我们Bursa 所看得到的就是 wow 它在 美国市场前十年都一直在往上升 其实这个跟新加坡的是一样的 升 往上升的时候没有它的份 掉的时候有它的份 一起掉 哈哈哈 所以 ok 用香 它有一个问题 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 ok so我现在 我先把它换去weekly ok 我先把它换去weekly 然后 我再zoom out 你们现在所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ok 就算了有了这个大幅度的调整 它可以调整到哪里 然后你就可以用它的这个 你可以去它的这个drawing图 ok 抱歉你去drawing图 然后你按了这个horizontal line horizontal line就是那个 横线 然后横线你这边 你可以通常我喜欢把它放在那些 大的那些比较明显的那些转折点 turning point 那这里是一个转折点 我先把那个线弄给它深一点 这样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ok so这里就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第二个转折点就是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说 可能在这里吧 有一个小小个的 就是我的这个鼠标这边 有一个小小个的 这里有一个转折点 然后 往下的话 再下 可能这里有多一个转折点 ok so这个在下面的 往上面看的话 可能就是 这一个 差不多应该是 好了 就这边 ok so 为什么 我先把这个 这个divergence 关掉 ok我先 我先把这个关掉先 然后我们可以看比较大的地方 ok so这个告诉我们说 什么 那个bursa 哪里算贵 哪里算便宜 因为 你可以用 那个 fundamental analysis 你可以用它来分析 哇 说你 不管是从什么什么方法 什么 怎样的角度去算 你就在 ok 马来西亚的经济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们要有多少多少分 那 其实那个是 不是我们的工作了 我们的工作是说 ok 人家是我的 我相信的地方是 人家不相信 人家不会跟我们说 他们在做些什么东西 可是 他们做的东西 我们其实看得到的 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这个东西 会回弹的话 他们会买 他们买进的时候 这个价钱当然会往上走 对不对 他如果价钱往下走 那 每个人当然只会 他们当然自然会觉得 其实这个是不 不好的 怎么说呢 他们不对 这个 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价钱 还是算贵的 ok so 如果他下来 可以在哪里有一个转折点 那 for整个综合指数来看的话 可能1154 左右 你要给他一个 一个buffer ok 不要说准准 1154.60次这样 不可能的 他都是一个很像一个zone ok 他都是很像一个zone 大概来到那个1155这边 ok 为什么我选weekly 是因为 我weekly 我可以看得到 比较多那些重要的 就很像说 如果我用daily的话 他可以有很多个 然后他就变成很乱 那weekly 我就可以看得出 哪里是属于贵的 不用想了 1850 这里是市场公认的 这个价钱是超贵的 没有人要买了 所以来了一次被卖下去 然后来了第二次 还是人家快点 哇 快点有的卖 我快点先卖 然后这个往下 那如果往下走 下一次 回到哪里 1154 那如果再继续往下走 他当然不会一条线 他可能会慢慢降下来 到了下面 当然第一个会是1000 因为1000 它是一个整数嘛 整数 大多数人都会对一个整数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怎么讲 一个reaction ok 到整数都会有一个reaction 所以 这边这样下去 到下面是8 5 7 8 860这样 那如果你要买 如果你要买 你可以等 等什么东西 等说他会不会下来 ok 所以第一个scenario 第一个情况就是 我会等什么 如果说这个东西 会继续下 我要等他说 在这个价码 我要看到他有没有 人进来买 有人进来买 我才敢跟进去买 就是你等他可能过了 两三个candle过后 然后你再等 就是我在等的就是这个价钱 那第二的就是 第二的就是 如果他不下来 他直接往上面 就很像一个V型的这样 下了 然后直接回弹 那我要等什么 我要等的就是他突破了这个 因为这个价码 以前算是什么 算是贵的 ok 到现在他下来 他一定会去 他会去尝试突破这个价钱 那等他突破过后 请不要在第一时间就跳进去 不要等 等什么 他 只要会上的东西 你只要有耐心 他都会 往往都会下来的 他可能不会下来到这边 他可能会下来到一点点 然后他再继续上 啊 你在等的就是这里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给你买进的机会 所以这里就是给你两个情况 两个不一样的scenario ok 说第一个你要等他下来 要买的话 是这个黑色的这个这个图画 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情况 要等对的价位才进去 因为如果说你的那个 chart永远是空住的 你没有办法说 哦什么叫贵 什么叫便宜嘛 所以我就运用了这几个 呃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呃 怎么讲呢 它是非常可靠的啦 一个一个技巧就是support resistance 因为support resistance跟我们说的是市场的心态 它不只是一条一条一条线 它就是告诉我们的市场的这个心态 ok 嗯 yeah 所以not all the time will bounce back retest yes 这个 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不是每一次它都会回来到这个准准到这个145501460的这个价位 会会给你retest上 有一些ok 有一些这个我得承认就是有一些它直接就是这样 直接就飙上去了 也有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什么东西它会上就一定会下 它下并不代表说一定要下到你要的价位 它可能说它上直接冲上去过后回来到这边 然后这个是新的一个platform 新的一个一个一个base cam 然后从这边再继续往标上 然后这边也可以算是一个便宜的一个价码给你进去的 ok 所以我们不一定 当然下面1154跟111600 当然是差了很多嘛 可是这个也就是我们需要运用一些灵活性啦 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希望我可以要answer了你的这个问题 ok 所以今天也就是这个45分钟 我只有这些东西可以 因为在这个短短的时间 我也只够这个可以跟你们分享 ok so 那个股票对 对的 丁峰这个是对的 你如果要用股票的话 不管是什么股票 比如说 大家再给我多一个5分钟ok吗 因为我知道现在已经是9点了 ok吗 多5分钟 ok 我给你看一下多一个股票 说 可能我用AirAsia 我用AirAsia AirAsia so AirAsia 现在 那我就跟他zoom out 你可以看他的weekly 啊 你可以看得出很 就是在这边 AirAsia的下面 然后 这个就是转折点 很久以前的2008年的那个最底端 然后2015年的底端 现在也掉了非常靠近那一个价码 ok so 这里再上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这里 我会用这里 为什么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到这边是一个支撑 这里是一个support 然后接下来的变成了一个阻力 一个resistance 变了一个resistance 现在刚刚好就在了那个resistance so KGO 他问了说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可以用for index 或者是individual stock 当然两个都行的 你现在你可以用stock 你可以用去index 美国的也一样 那个新加坡也一样 马来西亚的都一样的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技巧 一个technic support resistance 来告诉你说哪里是便宜 哪里是贵的 ok then can we rush in after the breakout set cut loss ok union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让我等一下 你hold一下 我来回 等一下我来回答这个东西 那 算再贵的就是1.1 1.1 差不多这边 1.1.06 那 要什么价位可以去买 然后我们把它换成daily 那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现在的价位就塞在了这个所谓 resistance ok 现在这个价位就 就已经阻塞在这边了 这个就是一个resistance 你可以看得到他试了一次 尝试了第二次突破不了 然后这个是我可以跟你说的 0.858 就是差不多八毛六的那边 人家觉得 还是觉得 air asia 在八毛六 还是属于贵的 ok 人家还是属于贵的 所以你如果现在要跳进去 马上买这个air asia 我不管他的那个 那个基本面 他的fundamental 怎样 我不管 因为通常我们 不是要把他带回家 我的那个方式是 我要把他 从一个低价位 我买进 高价位买出 就这样了 我不是想要跟他结婚 生孩子这样 不是的 我只要他的那个过程 ok 当然 老婆是不一样的 不要这样 不然今晚你睡客厅 ok 所以八毛六 是属于贵的一个价码 如果你真正要 要买的话 两个选择 第一个 等他突破先 突破了过后 回来这边 看看他这里 会不会retest 然后 这样 如果说突破了过后 你才 你去买的话 这样会比较 安全 ok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可以等他 也有可能降下来 看看在 他有史以来 最低的价钱 就是四毛六 不是 不是有史以来 就是说08年 16年 15年 抱歉 还有到现在 ok 到这个价钱 就是每一次交到这里 每个人都是买买买买买的 那 如果你真正要买 就看看 Air Asia 下来 这个价位的时候 有人买 有人买 那我们才跟着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 每次会准准到四毛六 我们就买进了 他有时可能会 下来了过后 试探了过后 ok了 每个进场了过后 他上一点点 他上降 那我们可能说ok 六毛我买也ok 因为六毛 还是算很便宜的价钱 对不对 ok 那现在呢 我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Jinyan的问题 他说 我们可以说 哦 马上突破 马上突破 在 也就是说这里 马上突破 马上买 然后在这个突破价位下面 放一个很小的一个stop loss 可以吗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90%的业余投资者跟交易者 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这样放 你想想一下 你想得到的东西 千千万万的这些业余者 你觉得他们懂不懂 他们当然也懂 每个人都在他们讲放这边嘛 这样你每次输输一点点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他们那些我们所谓的institution 或big boys 如果他们要 要 怎么讲呢 去collect你的stop 就是把那个恰位 故意推低去 hit到你的那个stop loss 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的stop loss太靠近了 所以 回答Jinyan的问题 就是说 我的建议是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stop loss放远一点点 你净的那个size 你净的那个股票的那个数额 净小一点 然后你的stop loss 可以放远一点 这样你的输的那个 就算真的输 你也不会很 输很多了 OK 那OK 那我们已经超时了 所以 9点05分 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 需要跟大家说 就是 当然我相信你们大家还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只 我只 我只 介绍了那个Bersa 然后还有AirAsia 当然你们还有很多 你们需要问的东西 我 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 你可以去我的 investing note的这个 这个网页 OK 这个investing note的网页 让我 paste在那个chat里面 OK 所以我的那个 你可以去到我的那个 investing note的这个page 然后 我会 OK 让我现在type一个东西 OK OK so 让我 paste这个东西出来 OK 然后 OK 我会把这个post的这个link 也放在那个 我会跟他放在那个chat里面 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 可以去到那个第二个 就是那个post slash 19 19多 1917 793 那个 去这边comment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图案啊 问题啊 post在这边 我可以 我会在这边回答 我会在这边回答 我会在这边回答你们的问题 OK 那也请大家 可以的话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有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请向 这些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follow我在这个investing note上面 OK so 其他的问题就在 我在这边 你们有有有有其他问题就post在这边 然后我就会帮忙回答啦 OK 那时间就到这里 9点10分 谢谢大家的参与 而且支持 那希望我的华语还过得去啦 OK OK 所以 Yes Yes Darren 就交回给Darren了 好 你不要走先 你不要走先 OK 应该说 我 我 我现在你有时间吗 我可以问你一个 一个 一个股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就是 Gending Malaysia Gending Malaysia 大家有想要看吗 如果有想要看的话 可以写一个OK吗 如果不然的话我就实际在跟Jay聊 哈哈哈 给大家很喜欢 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讲一下Gending Malaysia 4715 Gending是这个吗 不是不是 4715 这个是Gending Group 我们去看Gending Malaysia 大家都 大家 这个啊 对对对 这个这个 啊 OK OK 来我们看看一下 那 哇 OK 非常喜欢的这个股 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 然后他 从1999年到2019 哇 整整20年 从5毛上到5块半 不错不错 那最近因为这个冠状 那个COVID的这个问题 因为啊 尤其是旅游啊 啊 当然每个人都会受影响啦 那我相信我们不管是国籍 不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哪里都一样 其实我们的经济都受很大的影响 啊 当然啊 Gending Gending 他们啊 以一个比较比较旅游方面的那个 那个 营业城市 营业方式 那当然也会受更 啊 蛮大的影响啦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去那个圣桃沙 那个resort Santosa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就现在完全没有人嘛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价钱 啊 呃 开始我当然会从那个最低转折点这边开始 OK so可能是这个价位 OK 八毛 八毛八这一边 嗯 那这个算是 呃 为什么我放在 八毛八 而且不是放在五毛七呢 是因为五毛七那个是最低最低 那个只有一次 可是这个八毛八这边已经试探了很多次 你可以看的就是说 他来这边的回弹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所以我喜欢这种有试过几次的 OK so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把它画去这边 那这里你可以看的出 你可以看的出就是OK 这里 这个以前他们就觉得OK 1996年的时候 人家觉得OK 这个价钱两块 是两块吗 对两块令吉 他们觉得OK 这个价码是OK的 算是便宜的 哦 所以这里是一个 可是 几年过后可能生意啊 经济的改变 这个同样的价码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 贵啊 so 这里是support 这里变resistance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 05年过后 试探了一次 两次 而且这次 因为这个冠状的那个病情 这个是第三次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OK 我的assumption是这里是 support support到这里OK吗 会不会 那个价钱会不会支撑得住 那就让我来看一下 我如果zoom in多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OK 我价钱拉上去一点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最低点 在这边 OK 最低点在这边 然后如果要再上多一点点 可能是 这里 差不多是 让我看一下 这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2块9的 为什么呢 因为 2块9 这一边他们 你看好 支撑了蛮几次了吧 这边是顶价 然后支撑价 支撑价 支撑 支撑 支撑了 其实蛮多次的 然后才掉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就让我zoom in多一点 那现在的同样的有两个 两个scenario 第一点就是说 当然这一个价格 我画的这一个box里面 这个方 这个四方形里面是 每个 每个人 拭目以待的 每个人都在期待的这个价钱 OK 所以 我要知道就是 如果那个价钱 现在已经试探了一次 它会再下来第二次嘛 如果它会下来第二次 它在这边有一个 所谓 往边走的一个 这个走势 就是说basing 我们英文所称的那个base base 就是有一个 找到了一个基地 OK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base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家 市场 投资者 交易员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价钱是便宜的 然后我要在这边买进 那这边买进 如果你是短期交易员 就像我这样的 我是 我通常不做超过三个月的 我最长的也就是几个星期的 那我如果这边买进 可以到什么价位出呢 就当然到 顶价这个2.9毛6令吉这边 2.9毛6令吉那边卖出啦 然后这个是 因为你要等它 这样上到像以前的5块6块 老实说你可以等很久啦 真的有些 有时都不可能 这样一直回去 那刚好也有一个 嗯 刚才 永祥他有问了 嗯 How do you pick stock with TA 那我们 用TA 的方式 就和 把那个TA跟FA OK 我们可以参在一起 就是说 OK 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间公司的那个 营业啊 全部都是OK的 那TA告诉我们的 就是那个 机会 那我们要该 我们要在什么价码 进去 OK 所以这两个 其实不是说 你用一 你你你你 你用一个就可以了 你你应该两个一起啦 OK 所以 呃 第一个我要看的就是 一块八到两块之间的 这个 这个 四方形 的这个 这个price zone啊 到底会不会 往边走 如果会往边走 我看到 OK 如果这个往边走 等他突破过后 当然不要再 不要不要想在最低这边买啦 有这样的话 等他突破过后 在两块以上 可以考虑 OK可以考虑 那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现在他这样下来 直接 飙升上去 也有这个可能性 也有这个可能性 那 如果 直接这样飙升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的就是 呃 第一 你可以 等啊 当然就是等等什么 等他 等他到后那边了 然后突破再看怎样啦 那个当然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啦 可是 我也了解 大多大多数的 教育员都没有这样的耐心 所以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就会 冲啊跟着进啊 快点跑啊 滑啦 然后 如果 这个不是我的建议啊 可是如果你真的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请进小小啊 OK 小小的一个position就可以了 OK 不要说哇我卖家卖车 全部卖进去 然后跳进去 不好这样做 因为到头来讲 现在价钱 还是往下走的 我们不要忘记 价钱还是往下走的 那往下走就很像 一把刀嘛 人家那个刀从上面掉下来 不管怎么去掉 你尝试要在空中去抓这把刀的话 你都有一个机会会被割伤 那我们要现在想要做的就是 我跟你讲 不要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去抓他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你想想一下 如果这个刀从上面掉下来 打到了地上 有时候他会再回弹上来 对不对 那回弹上来 你再去抓他 是不是会割到你 当然会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 还是要看到的就是 这个 往旁边走的一个 悲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趋势先 就是说 东西掉了 它掉了 就在这边 然后就 Lang住了 我才知道 打到地上了 从这边 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OK 所以 这个也就是 for Genting 这个也就是我的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analysis 它的分析 让我看看 还有些什么 Were you in out very often on fundamental OK So Tim Li 他问了一个 比如说 我们找到一间很好的公司 比如说 我们找到一个 一间 很好很好的公司 比如说很像美国的苹果 苹果 还是微软 Microsoft 这些的话 那我们如果进了 我们会讲 进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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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我个人是会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 长 长远的那种 那种投资者 我不是investor 我是trader 所以我需要的 就是我不要把他 我的想法是 我不把他带回家 我的 我不是要跟他结婚生孩子 我的想法是 我只要你的差价 你只要 我进的时候 跟你我出的时候 有一个差价 我要抓的 就是那个差价 所以这个是我的 我的那个 perspective ok so ok 还有 应该 问题就是 这样了 应该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ok Darren还有些什么吗 好 没了 好 谢谢你 ok 我也是在看着这个 好 这样子大家如果 你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我刚刚在那个 chat那边 也是有放了一个link 你们可以去到那边 问Jay 你们想要问的问题 如果今天也是没有办法 达到你的问题的话呢 或者是 因为事情上的问题的关系 你们也是可以去到这个link 这里 然后把你们的问题写在那边 然后Jay会回答你们的 ok 好 非常感谢Jay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一些 在投资上或者是在你们整个投资的旅程上 对你们有帮助 然后 今天我们的webinar 我们已经把它record下来 然后我们会post在我们的platform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facebook page的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Jay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webinar到现在为止 就会end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